画笔的恭喜 已达到了异常的高度 与毫发不苟之中 透出了典雅娟秀之气 三十年前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见到长春宫朗武墙上的 十八幅《红龙梦》题材的壁画时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绘制的画匠已经无从考证 但借助清代《红龙梦》画师 孙温的笔端 我们可以透过岁月的波石 揣测长春宫壁画当年的容貌 这十八幅壁画 其实在当年是不合理法的 自嘉庆年间开始 《红龙梦》就被列为禁书 清律力规定 《红龙梦》属于银子小说 必须销毁 究竟是谁 有勇气将《红龙梦》壁画 带入本该垂犯天下的 皇室宫围 1861年 经历了政变的腥风血雨后 慈禧回到紫禁城 长春宫 是东西六宫中 唯一拥有咸风玉笔的一所 被新晋太后 钦定为寝宫 半个世纪的垂帘听证 从国丧的一片肃穆中 开始 是什么意思 然而后宫的凄凉气氛 终究不会持续太久 长春宫前的体源殿 被改造成了慈禧的私人戏台 由《红楼梦》改编的选段 也成为太后热衷的曲目 据说正是由于慈禧太后 对于《红楼梦》的钟爱 太监李莲英命工匠 将《红楼梦》经典选段 绘制于长春宫郎舞 成为醒目的戏单 看戏时 慈禧偶尔也让皇帝和后妃相伴 并在众人面前自抵贾母 此时的慈禧 已不是垂帘时的年轻寡妇 她有了更尊贵的称号 《老佛爷》 宫墙内外 紫禁城和大观园里的故事 又是何其的相似 回廊复道 更长春 浮浮红楼梦里人 土已刁栏 明地想 蒸蒸幻幻 两传神 这是位于东六宫的一个院落 顺治十一年 康熙就诞生在这里 景仁宫 命名出自论语 取义 景仰仁德 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的捐赠文物纪念砖馆 花梨木制作的巨型屏风上 按捐赠年代 捐刻着七百多位捐赠者姓名 三万多件珍贵文物 从这些上榜仁人士的手上捐赠给了故宫 这些捐赠者以他们的人心一举 接续着中华文明的新活 作为皇帝的居所 紫禁城拥有天下最多的宝物 这里的收藏是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累积 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 1924年 蒲仪被驱逐出紫禁城 在这之前 宫中的大量文物 已经被他以各种名义转运出宫 这其中就包括 素有天下低画卷美称的游春图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 展子前所绘 距今一千四百多年 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1946年 游春图出现在北京琉璃厂 立刻吸引了国内外藏家的关注 最终游春图被张伯居所购得 为此他卖掉了公贤胡同 占地十五亩的宅院 张伯居后来回忆说 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 不惜一抛千金 魄力过人 其实我是历尽辛苦 也不能尽如人意 因为黄金一得 国宝无二 动荡的岁月 中国的文物大量流失海外 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中 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 留存在私人手上的更是不计其数 张伯居是民国时期的大收藏家 此时的他除了游春图外 已经藏有李白的上阳台帖 杜牧的张豪好诗 范仲淹的道福瓒等珍贵文物 其中尤为珍贵的是 西晋陆基的平复帖 这封距今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信扎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 比蓝亭旭的书写时间 还要早七十九年 在他长不足一尺 只有九行字的信尖上 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 被尊为中华第一帖 鱼所收藏不必中鱼身为鱼有 但是永存无土世传有序 新中国成立后 平复帖和游春图 连同其他六件国宝 被张伯居和夫人潘素 捐赠给了故宫 这些文物成为了故宫的镇馆之宝 新中国成立至今 故宫博物院共接收新入藏文物 达二十三万余件 其中有三万多件来自民间捐赠 这一个个的名字是时光雕刻的印痕 他们折射出来的文化及人格力量 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温暖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永兽宫内 后宫嫔妃生活展 吸引游人的目光 院落内的海棠树枝叶繁茂 也许只有他们还会记得那些深宫往事 明成化十一年 永兽宫迎来了他的新主人 这一年 低级女官济氏被封为妃 踏进了永兽宫的大门 明朝内庭 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在这里进入了他的高潮段落 五年前的一天 济世被宪宫皇帝偶然灵性 怀上了笼肿 宪宫皇帝专宠比自己年长十九岁的万贵妃 宫中女子怀孕者都难逃万贵妃的残害 多胎药喝下后 孩子却没有打下来 宫女谎称济氏得了肚胀的痞病 她被安置到宫外的安乐堂 在这里 孩子生了下来 宪宫的废后巫师及太监张敏 把孩子藏在暗室中 偷偷喂养成火 此时的宪宫皇帝 正处在老儿无子的藩忧中 成化十一年 张敏找到机会对宪宫哭泣禀报 宪宫心喜万分 五岁的孩子被接到宫中 很快被立为太子 取名朱又成 济世被封为淑妃 移居永寿宫 永寿宫位于内庭西六宫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除名常乐宫 万历史更名为永寿宫 中洲线宫 中洲线上后三宫两侧的东西六宫 左右对称 连名字也是相互对应 永寿宫与景仁宫命名出自论语 表示对人受得其软 在济世踏进永寿宫的那一刻 大概是怎样的心情 同往永寿宫之路 是由深宫弱者扑救 宫里宫外到处是万贵妃的眼线 知道这件事的还有其他的宫女和太监 可是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保留心中的那份良心 一个月后 纪淑妃在永寿宫抱病而亡 朝野震惊 人们一致猜测 纪淑妃是被万贵妃投毒致死 但显宗皇帝并未追究 而太监章妃也在不久之后 吞金自尽 孝宗继位后 曾派人寻找母亲的禁知亲属 却没能找到 值得作罢 童年的经历 一定成为了孝宗内心最深的伤痕 她一生只娶了一个皇后 不利非品 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 常乐 永寿 予以美好的功名下 多是后宫中 现实的人生 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铁合殿台机下的铜凤 刚刚在晨曦中醒来 就感受到了宫中弥漫的别样气息 这一天 光绪皇帝将在这里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 之前的六月 已经年满十八岁的光绪帝 终于等来了慈禧颁发的大婚及亲政的意志 这一意志昭示世人 慈禧将归正于光绪 意志颁发后 朝廷上下颇为震动 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光绪帝本人 十四年的控制和束缚一朝解脱 亲财大政的夙愿即将实现 经过层层筛选 五位入选的八旗女子最终确定下来 此次选后地点设在易坤宫的体和殿 地点的选择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安排 易坤宫 故宫内庭西六宫中的一座公院 出名万安宫 因其在位置上仅靠中轴线上的昆宁宫 名家境时改为易坤宫 易字的含义为护卫 辅佐 光绪七年随着慈安的离世 慈禧成为紫禁城唯一的掌权者 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大寿 从长春宫移居年轻时居住的楚秀宫 这座公院与相邻的易坤宫随之进行了改造 楚秀门和分隔两座公院的院墙被拆除 易坤宫的后殿改成川塘殿 约匹河殿 是易坤宫与楚秀宫相连 形成了一个四近的院落 这也是东西六宫中最豪华的庭院 慈禧居住在楚秀宫 在体和殿尽善 饮茶和休息 这里是太后的餐厅兼客厅 也许在光绪心中 改造后的体和殿是一堵愈发触力的高墙 它还需要等待多久才能够穿越它 从易坤宫前的凤到楚秀宫前的龙 此时的慈禧正处在权力的巅峰 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选后 慈禧的侄女 叶和纳拉静芬成为了她的皇后 光绪帝终其一生 无法走出太后的围墙 1908年光绪皇帝崩逝于中南海银台韩元殿 第二天慈禧太后 在中南海银链殿离世 四年之后 大清帝国父王 殉帝溥仪的妻子婉容 在易坤宫廊下 曾设鞦韆嬉戏 廊下的鞦韩环尚存 这是这个王朝留在这里的最后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 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 在被大伙焚烧了80多年后 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 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溪路 当皇帝的预制诗和传说都已尖墨的时候 建筑还在说话 乾隆五年 当即不久的皇帝 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前夕二所升格为崇华宫 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 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 中国文人的后花园 虽然是自然是庭院 但这自然的定义 并不是乡野的自然 而是以自然的名义 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 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 汉文化素养很高 他曾写有四万余首遇之诗 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 在龙袍下面 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严格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 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 也许文人乾隆 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 渴望在一体两面中 实现内心的平衡 这里 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 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 各色建筑错落有致 内心多样的乾隆 异常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 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期间 游表集里 建福宫花园鲜明地签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 几十年后 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 宁寿宫区 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 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 从此在紫禁城内庭东西两路上 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 印合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 2005年建福宫花园附建工程完工 这时 距离最初新建 已经有263年 1727年 一位叫弘历的皇子搬进了乾清宫西二所 这一区域自明代开始 就是地位低下的宫女居住的场所 但对于皇子弘历来说 能住进这里却意味着莫大的荣耀 此时 弘历刚刚成婚 按照惯例 成婚后的皇子应该搬到宫外的府邸居住 但父亲雍正却要弘历仍居宫内 在此之前 弘历和众兄弟合住玉庆宫 并没有享受过特殊的待遇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 为了避免储位争斗 便公开立储为秘密立储 谁是储君一直是个谜 而弘历享受的这一特殊待遇 引发了很多人的猜疑 然而 塞翁师马 焉之非福 1735年8月23 雍正驾崩 秘密建储的悬念被揭晓 继承皇位的正是弘历 雍正破例让弘历 移居前夕二所的良苦用心 大白于天下 建立第二个太子宫 其实是为秘密建储制设立的一个配套措施 保护弘历 不正东宫之名 免遭储位争斗 弘历成了乾隆皇帝 为了强化皇权 把继承皇位前居住的锁 升为宫 清代把皇帝 皇帝坐皇子时居住的府邸 称作乾底 意思是 以前坐皇子时 就已经是一条尚未生腾 而潜在的龙 上书 余书 顺点中有 此顺能继承瑶 从其文德之光华的句子 大臣建议取其中 崇华二字 作为乾隆前邸的名字 这正合乾隆心意 因为大顺早已是他学习的榜样 按照惯例 崇华公在郡公后就该写一篇记 但乾隆却迟迟不肯动笔 直到1783年 73岁高龄的他 才在崇华公祭中 道出了其中玄机 大学士厄尔泰张廷玉 给我的前邸取名为崇华 随时称颂之意 但却给我制定了一个典范 让我只有进步 不能后退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 虽没有达到西式化名的程度 但感觉自己并没有去贪图享乐 而是像大顺那样 永远坚守天道 把善施于天下 有了这些理由 乾隆才认为 自己没有辜负崇华之名 一七三五年九月初三清晨 乾隆登基 成为清朝第六代皇帝 登基半年后 乾隆皇帝开始了 改建皇宫的处女座 崇华宫不必四秋 领差葬 献令御备庙 即择日开宫修道 崇华宫 是乾隆座皇子时的剧作 案例要将乾隆 游所升为宫 升格的不只是名字 长达八年的前提改造工程 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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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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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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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三年》 《万历十三年》 与万历的宠妃正贵妃联系在一起 因为他始终想要万历废了朱长鹿 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南三所作为皇子在紫禁城的主要住所 虽然偶有波澜 但在多数时候是一片祥和的 在阴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东方 富以绿瓦 寓意皇子可以茁壮成长 这样南三所的建筑 就显得与众不同 在清朝 皇子们到了成婚年龄 才会搬到南三所 在此之前 年幼的时候 跟母亲一起住在后宫 十岁后 就要搬到玉庆宫等宫区 受封亲王后 就要迁出紫禁城了 只有受到格外重视的皇子 才会允许一直住在紫禁城 在这些皇子中 最终只会有一个 成为皇帝的接班人 搬到那些覆盖皇瓦 代表皇权的建筑中 紫禁城建成后 一共经历了二十四位皇帝 二十四位皇帝中 兄弟最多的是雍正 长大成年的 有二十三个之多 以此间对皇位的竞争 除了一十十位皇帝中 有三十五位皇帝中 他祂妮 虽然他们中有的未想青春年华 就早早逝去 有的默默无闻 终其一生 很少有人去记录他们 但是也许只有他们 才更能体会到平淡的幸福 因为主角只有一个 皇帝才是紫禁城唯一的主人 2011年 位于紫禁城外溪路的樱花殿 开始了大修 院内被铁架维护起来的菩提树 在光阴斑驳中 抚摸着遥远的记忆 大明王朝某年的盛夏 樱花殿内的菩提树 又到了枝叶繁茂的世界 神宗皇帝来到这里 深切地面怀 生母李太后 神宗自幽丧父 十岁继位等级 改元万历 李太后对小万历的要求 十分严格 为了培养她 李太后 宴请内阁首府张居正 作为帝师 母亲和师父的督导 伴随着一个孩子的成长 李太后重复 樱花殿内的这两株菩提树 是她亲手所知 我们不知道 许多个月圆的夜晚 在菩提树下 李太后许下的 都是什么样的愿望 但其中 应该有对儿子的期许 对帝国江山永固的保佑 可是长大后的万历皇帝 在其漫长的执政生涯中 竟然霸巢二十岁 千代皇室信封藏传佛教 佛堂遍布内庭 在这一大片鸟鸟佛乡中 这座明代遗存的佛殿 偏居于西北角落 在草木摇落中 安享繁华中的宁静 朝代的更迭 生命的延续 已如菩提树下的花开花落 而这树像是带有神奇的密码 连同的是人世间通往佛国世界的祈愿 离太后种植在丹碧桥两旁的菩提树 知青史已繁衍成为七柱 入秋之际 树子随意落地 公立人拾起作念珠 方为真品 一杀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 从皇宫到民间 这里呼吁的是寄托 是物是人非中点滴的祈愿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 为了庆祝母亲 重庆皇太后六十岁的生日 慈宁宫内 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 早晨五谷 鸾一位在慈宁宫门前 陈设太后遗架 皇帝的拜位 设在慈宁门正中 天亮时分 皇帝 皇后 分率王公大臣 非平命妇等 在此行礼朝贺 满清继承了明王朝 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 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 前朝皇帝驾崩 子嗣皇位 先帝的后妃 无论暮年还是青春 随之称为太后 太妃 由紫禁城内庭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 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 是举行大殿礼庆的场所 大殿礼庆的宫 是慈宁宫的焦点 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平 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 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 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盈为生 慈宁宴席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 在这片宫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 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 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 这里飘起鸟鸟佛香 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 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 将精神抚慰的佛堂 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 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 先帝的女人们 在拜佛诵经草木遥落中 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从东西六宫来到这里 实际距离并不遥远 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 这一段距离 抵得上千山万水 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 一去不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